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平時拍片燒大家,有什麼好用,有什麼值得推介就多了 但其實試那麼多,用那麼多,總有一些喜歡,有些沒那麼喜歡 所以今天就來《滅火》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麼產品我用完之後是有點失望的 不是太適合我,或者用完之後無感的 如果你也有興趣想知道我這個名單裡面有什麼產品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如果你也喜歡這類型的影片,記得按個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還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接下來星期一應該就是我的品牌贊助 3萬訂閱,壓續give away,名額有20份那麼多 對,先follow了 先戴上頭盔,每個人的膚質和感受都不一樣 有時候可能我自己沒那麼喜歡用,但對你來說是一個心頭之好的話 都很正常的,所以純粹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用後感而已 第一件要分享就是一個化妝棉 大家經常聽到我分享用這一款化妝棉配合去角質化妝水 但有些朋友就問,是不是唯一只可以用它呢? 如果買不到的時候有什麼替代品呢? 有觀眾也問我有沒有用過這一款的化妝棉? 因為上面都是寫著去角質的 所以我就買了一盒回來試 誰知道都蠻失望的 包裝上面都有寫到它的用途 一塊可以用來卸妝和去除一些老廢角質 而裡面的化妝棉我覺得圖紋都蠻符合的 都蠻像樣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質地其實是很舒服很滑 然後有厚度,好像一個枕頭一樣的 跟我平時很喜歡的去角質化妝棉是差不多的 但是分別就在於它們的質地是滑一點 我平時用的就比較粗實實一點的 這一塊化妝棉其實抹的時候是很舒服很滑的 但是它完全去不到角質 同一支的去角質化妝棉 所以用我平時的化妝棉是抹到有黃有灰 用它是白雪雪的 所以我就想 既然去不到角質化妝棉 那不如用其他的妝棉 誰知都有一個問題所在 就是它中間實在太厚太多面 它吸收妝棉更多過我的臉 那現在是你護膚還是我護膚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可以不用試這款 但同一品牌子 它們有一個藍色版本 那個是非常非常好用 它是一個可以省化妝水的化妝棉 如果有時候我們心痛地買了一支很貴的Toner 想省著用 但又不想它的效果沒有預期發揮那麼好的話 它真的可以做到 明明平時可能要用一個 萬元的份量 它用一個毫子的份量 就已經足夠 那好吧 Next 說完化妝棉 就到洗臉產品了 接下來這支洗臉膏我用了大半支 每一次都在享受和小失望中間徘徊 就是HARBA的SQUAL FACIAL FORM ROSE 這支大家看到旁邊其實我是用得很貶 所以是否完全不喜歡用它呢 不是的 說了我喜歡它的點 大家以前去台灣有沒有買過一個沐浴牌子 叫做HAPPY BATHDAY 它正確就是那支味道 是非常甜美少女的玫瑰味 我很喜歡 但少失望的點是我覺得它偏乾 洗臉後 因為我不是馬上用護膚的 我是睡前才會用護膚在臉上 中間一段時間我覺得它是有那種慢慢緊的感覺 所以如果油性肌膚可能會覺得它清爽 但是以我乾性肌膚來說 它是一個比較乾的洗臉膏 但是它的味道 然後用的時候的泡沫都是很小的 所以它是會令我用的時候很享受 但用完之後就有一點失望的產品 雖然這支洗臉膏有一點失望 但是同一個系列HARBA的玫瑰SQUALIN 是很好用的 它是非常親膚 做到一個保濕所需的效果 然後一點都不黏 它是比起洗臉膏再高級一點的 一個玫瑰味 我覺得沒有那麼甜美 反而多了一股清香 所以我是超級喜歡這一支 它小小支其實用量很節省的 你塗完霜霜或者敷完面膜的時候 我想三滴左右 搓開它塗在臉上就足夠了 這個大小帶出去的説明是非常非常適合的 來到第三樣就是我手上這支 用完有一點點無感的保濕精華 它是來自韓國的Wishtrend 你會看到雷變的質地是非常水狀 然後塗出來的時候是極度流質的 基本上一塗就會滴下來的 我自己覺得無論是它的質地或者使用感受 都真的很像水 你問我有沒有保濕感呢? 有的 但可能因為我是乾肌和輕熟肌 對於保濕精華的要求是有一點點高 它有點像一支水 再加一些透明質酸精華 搖勻它塗出來的感覺 現在吸收了是很清爽 差一點滋潤感 所以就不太適合我用 說完保濕精華就說美白精華 這支也是我今年用的時候期望很大 但有一點伏的產品 它就是來自Good Molecules 它的名字叫Daily Brightening Serum 其實是很划算的 因為30ml售價是$63 它裡面的成份有紅果金和透明質酸 說就說是很溫和沒有刺激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每次我用都很敏感 整個臉是會紅到一塊一塊 是給了很多次機會都搞不定 就算它多便宜 有沒有美白效果也好 我也是完全用不到 這件事很慘 其實我也很努力試過幾次 想知道它會不會敏感以外 其實有美白效果也不太看得到 今年我真的用過很多很好的美白產品 是又不會敏感 又有美白效果的 所以$63吃個眼 不要買這支了 說完精華就到面膜了 今年用過一款是搞不定的 我用完之後覺得就算乾肌 輕熟肌 你還未能駕馭 就是OLAY的這款 這款叫做新生高效緊緻彈力面膜 上面寫著一塊面膜 裡面有接近半支黃牌 御霜緊緻精華 我用過這麼多款面膜 從來都沒試過 有一款敷完之後 是覺得皮膚達熱了 呼吸不到 然後要馬上洗臉 很不舒服的感覺 是一個新體驗 我覺得未必是這塊面膜的問題 可能它真的需要一些熟齡肌 臉真的很乾 然後可能給多乾紋的朋友用 是感受會好一點點 所以如果大家都是年輕一輩 然後皮膚是中性、混合性、油肌的話 就不要試這一款 但其實OLAY都有很多很好的產品 例如他們的防曬 這支防曬無論是質地、感受 我都覺得不錯 它容易買得到 又經常做特價 所以我覺得是不同系列 適合不同朋友 然後是最後一款護膚品 其實它是很好用 很多人都喜歡它 但是我自己失望的點就是 如果包裝的QC做得好一點 這件事是很影響我用它的時候的心情 用樂的感受 是大跌的 我想大家都猜不到 是一款Shandikai的玫瑰水 Shandikai作為一個季婦品牌 它的玫瑰水也是很有名 但是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開給大家看看 它的設計是一個噴妝 所以我本身期待 就是一個很霧化、很舒服的 噴出來的玫瑰水 但是大家看看 看到嗎? 看到嗎? 它是極不平均 之後呢? 有些有有些沒有 所以用的時候是超級敏 說真的 這支價值不非 是要700元的 雖然是公關品 我不知道大家買的時候 它會不會是超小 超享受的噴霧 但是如果我收到它 然後感受是這樣的 我又不懂得 跟大家分享我的用後感 它的玫瑰水是很好 我用它去配合美肌蛋 是做到一個很通透 很保濕的效果 但是一邊噴的時候是很敏震的 我有想過把它搬到其他的瓶來用 但是我開不到它 所以呢 這件事真的 我現在想起 都覺得要呼大氣 有點激心 然後就是這一盒來自台灣的髮膜 是我的小弟虎送給我的 因為他說這一盒好像不用100元 這麼大盒 好像很划算 如果好用的話 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是真的 超不好意思 我真的覺得它 一般 因為我的頭髮又比較矮 我是漂了大約有兩三年的時間 加起來也有十幾次 所以已經雙無可傷的情況下 如果用這些效果比較弱一點 是完全無感的 我自己平時已經不再用護髮素 要用髮膜去代替 要追求那種滋潤感 這個呢 它是很大盒 然後 味道也很香的 好像一些body lotion的味道 但是我用了好幾次 極度不論色 大塊大塊的放在頭上 洗完之後 吹完頭之後 是比起你用普通護髮素更加無感 所以 如果大家去到台灣 覺得它又便宜又大盒 或者上網看到它 我覺得 一樣 節省錢吃個眼 會比較好一點 最後要分享 就是一枝唇膏 它的品牌是for you too 是不是很熟面 這個品牌 沒錯 就是我在阿布泰買完之後 很喜歡 都是這個品牌 但是不同系列 有服有不服 這枝唇膏買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很簡約 顏色很柔和 然後 扭出來的設計很方便 裡面的顏色 是我很喜歡的一些奶茶色 覺得沒有死的了 但是 誰知道 它滑出來的時候 是非常乾 是好像一些蠟筆滑出來 我試一下一次給大家看 看到那些死皮嗎 是這樣 都砸出來的 哎呀 所以 它塗出來的時候 是好像有一層 的顏色 一個膜 這樣 包住了在唇上 是很不融入 大家看看 那個效果 是不是乾了十倍啊 過了的 遠距離或者拍照是ok的 但是在真實世界 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就不可以塗它 真的會很奇怪 和不漂亮的 所以 如果大家都想買 FOR YOUTUBE 覺得它便宜的 想試一下它的唇膏的話 我真的很建議大家用回 我平時推介的這一款 好了 以上這幾樣 就是我最近 心目中的小失望產品 我知道 不同的產品 都有它們的受眾群 有時候可能 是我的膚質不對 我的用法不對 如果 以上這些產品 有什麼是你喜歡用的話 不妨跟我分享 你的用法 和你的膚質 看看大家 會不會有什麼誤會的 如果你有什麼地雷 中伏 小失望產品 歡迎留言告訴我 讓我避免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這輪影片 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 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至三點 以及星期日 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 下支影片